全国 无线网络WiFi新用途 有可能成为机场安检替代方案 居民家中使用的WiFi 除了提供流畅的网速以外 现在有了新的用途 根据纽德西州 Riders University的一项研究 普通的WiFi可以用来检测 公共场所的武器和爆炸物 有可能成为机场安检 新的低成本替代方案 这个WiFi系统只需要具有 二到三个带有天线的无线设备 同时需要集成到 现有的WiFi网络中 就可以投入使用 研究人员称 无线信号可以穿透包带 测量金属物体的尺寸 或估计液体的体积 研究团队测试了15种物品 6种不同类型的包带 经检测WiFi系统 识变危险物体的成功率为99% 金属物体为98% 液体为95% 然而当物品被包裹在袋子内 准确率降至为90% 通过分析无线信号 穿透物体并反弹回来 是这个WiFi系统的工作原理 它可以使用在博物馆 体育馆 主题公园和学校 或者任何有公共风险的地方 天下卫视记者陈宏佳报道 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